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 日本画家圆山应举的七难图卷 纸本色色 纵32.2厘米 横1420.6厘米 资贺圆满院 万野美术馆旧藏 现藏于日本京都相国寺 成天阁美术馆 圆山应举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画家 出身农家 早年从石田幽厅学寿野派绘画 后来则以西洋画法 透视原理的眼镜绘而成名 近现代的京都画坛 仍有系统延续的圆山派的始祖 圆山派的特色 始终是写生 并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画风 圆山应举被认为是幽灵图十足 他重视石井写生 画过许多写生帖 七难七幅图卷和雪松图 是其代表作 他的杖壁画 绒透饰法 实物写生 和东方传统 鱼艺体 极富装饰性 晚年作品 宝金川图屏风 被认为是他的极大成之作 圆山应举的七难七幅图卷 分天灾 人灾 福寿三卷 本图为上卷 天灾卷 描绘了地震的逃亡 大雨导致的洪水 火灾 雷电 雕孩子的老鹰 袭击人的狼 袭击人的大蛇 这些不仅仅是七种自然灾害 也描绘所有天灾 给人类带来的痛苦 此卷大约会于江湖中期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 请欣赏完整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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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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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